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哈 今天这一集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啊 现在沃尔大楼啊 表示紧张了 说如果特朗普啊 发布争议性命令该如何应对呢 这个争议性命令是什么命令呢 就是驱逐非法渔民嘛 对吧 说我们啊 都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和规划 但现实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 那另一名官员啊 则心生疑虑 如果特朗普啊 未来发布非法命令 而 特朗普任命的沃尔大楼官员不予 呃 阻止 将会发生什么 是吧 他们会辞职吗 还是会 这个抛弃百姓啊 那这个抛弃百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驱逐非法移民 所以我跟你讲啊 现在美国啊 真真正正的 他正在酝酿一股巨大的这个风暴啊 这个风暴就是什么 就是驱逐非法移民啊 这个事啊 咱们讲道理 就说你说驱逐非法移民难道只有特朗普在做吗 别人都没做吗 别人都在做 就是奥巴马 他也是在做的 对吧 拜登他也是在做的 都在做 什么意思呢 我这么告诉你 这个非法移民是这样的 美国啊 他要筛 比如说他放进来五百万非法移民 然后他筛出两百万 是吧 愿意干活的 能干活的 或者你有本事的 有道的 不管你怎么着吧 你能堵得过去的 这两百万人留下来了 三百万人呢 驱逐出去了 两百万人呢 腾 跟着时间过 比如等个五年八年呢 是吧 你也为这个美国出了力了 是吧 打了黑工啊 不知道怎么着的啊 留下来了 三百万人就走了啊 然后呢 之后呢 再放 再放五百万进来 完了呢 再这么筛 其实他一直就这么玩 但是呢 平常的驱逐是怎么驱逐呢 对吧 他用地方驱逐 比如当地的这个叔叔 或者移民的那些 管这移民的事了 找着你了 那走吧 是吧 移民的案子怎么说 对吧 他得给你编编练啊 他给你编入这个里边的啊 最后的话呢 他为什么美国人他不查你 就比如街头上 是吧 为什么不让你出示你的这个爱地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不查你 他查你的话 就会激起这个厉害的东西 是吧 他不查你 完之后呢 他招揽你 他说来吧 哎 来我这申请身份 是吧 你申请身份 是吧 你就中了人家的套了 为什么呢 申请身份 人家让你申请 然后驳回 驳回之后给你驱逐 那时候就知道你是谁了 是吧 就找着你 找着你给你驱逐了 其实所以美国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 美国这笔账是黑账 绝对是翻不开的 因为美国自己也不知道 知道吧 不是说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坏人 是吧 怎么样怎么样 就没有人知道现在真真正正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 那么怎么知道呢 就是发你身份 完了呢 驳回你 把你驱逐 知道吧 这个就是这套游戏的玩法 但是现在的话呢 要怎么样 要烈火烹油 就是你穿宝啊 把这东西啊 答应太好了 所以穿宝最大的危机在于什么 在于啊 四年的事呢 别人希望一年干 一年的事呢 别人希望一个月干 一个月的事呢 希望让你一天干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你驾在那了 所以你记住 现在比如说啊 纽森扛起来大旗了 是吧 一说公然呢 我就要跟你说唱对财戏啊 有用没用呢 加州的纽森跟美国的川宝唱对财戏 不一定 因为现在的话呢 你是唱不过人家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对吧 人家呢 刚当选 这点热油气跟民众的这个蜜月期还还逆乎着呢 对吧 所有的美国的这些红博也好 所有普通人也好 还还在这个营绕在这个川宝已经当选了 那这个时候加州的这个纽森呢 他为什么这么做 一个是他为四年后他要参选 对吧 做准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要他扛起这个大旗 但是你现在扛这大旗呢 不但不会说到一个好效果 只会让普通人更对你厌恶 因为觉得你这人是把 怎么那么那么个色 是吧 但是这东西呢 无所谓 为什么无所谓呢 川宝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他到底是释缓 还是释急 所以沃大罗这些人提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他们怎么拒绝你的改革呢 所有人都希望你急 那么接下来你就要看啊 美国是不是红火 如果美国大家告诉大家 哎呀 驱逐移民的事咱不要着急 慢慢搞 慢慢干 啊 那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呢 这个事你就能做得成 那么不用着急 按照原套的我来 慢慢慢慢驱逐 把事情做得漂亮 把事情的这个这个数字做得好看 对吧 最后你这事就算做成了 如果所有人都急 张三说绝对不能驱逐 李四说必须得驱逐 知道吧 他们就越闹越凶 越闹越凶 闹凶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就是逼着你老特 知道吧 让你怎么样呢 刚上了你就必须得干 人家也没跟你说吗 人家四年干的事让你这个 这个一年干 一年干的事让你一个月干 一个月干的事让你一天干 你一天干 就一定要闹出是非 等你出了是非 出了问题 完了 别人再怎么样 再对你下手 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事半功倍 知道吧 现在对你下手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现在对你下手的话 你这股肉气也好 所有人对你的向心力也好 都是最俗的 你现在谁对他下手也好 是吧 谁对他这个去搞这个东西好 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是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的 所以怎么才能对你有意义 怎么才能有价值 是不是 那最后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这东西 没有啊 所以什么是真正最有价值的 就是让你事出了 别人再对你动手 完了 那个时候的话呢 会一起对你来 所以那个时候你老特怎么办呢 老特就会陷入到最抗能力 所以为什么我说啊 就是说川宝现在必须要拿得出来钱 拿得出来经济 就是什么意思呢 川宝啊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 很多人说不是 川宝有四年呢 是吧 甚至说不是 人中期选举起码有两年呢 对不起 他没有 他为什么没有啊 讲明白这个道理啊 不是说我非要黑他 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证明自己有钱 我能搞到钱 搞到了钱 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他没法闹了 知道吧 因为共和党呢 你闹不了 你本来就没闹 是吧 咱们啪啪啪啪的 把经济搞好 就不用闹了 对不对 民主党呢 你想闹 别人不看你了 谁看你 你滚一边 你们 你们来了就会搞这个 这个什么零元购 你们来了就会搞这些东西 对吧 老百姓 怨声载道 我们都没钱了 对不对 我们要的是钱 我们要的是发展 我们要的是工作 对吧 老特把钱搞来了 然后你还在这搞这活 对不对 那个时候民心所向就全面倒向川宝 知道吧 川宝搞到了钱 所有人都会说川宝是真神 真正的川皇 那个时候川皇想干嘛就干嘛 那个时候他才是真正做的 对不对 因为你搞到钱了嘛 老百姓满意了嘛 那么那个时候有任何一个人敢对你这个东西说不的时候 那你就是敌人 没有吧 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三个月之内你没搞出成绩 对吧 那你没搞出成绩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所有人就该质疑你了 然后你不但没搞出成绩呢 你这个驱逐非法移民的事呢 必然要闹是非 闹出大是非 如果闹出大事了 那么对不起 对你的怀疑论啊 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纽森再扛这个大旗就有用了啊 所以我说句实在话呢 接下来特朗普必须要防备一个招 这个招特别的凶狠 是吧 没跟你讲嘛 人家就把这非法移民送到这个DC 因为DC还是蓝的 也就是DC的这个行政长官 他就说他就要 别人就蓝 给你一级级 聚集几十万人 往你 是吧 胡卫山门口一呆 往你白宫门口一呆 你就难办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驱逐这些人吧 你真动手吗 真能动手吗 是吧 这个其实是最最 我当然说这个招非常下作啊 非常不好啊 但是人家就这么干了 你就非常艰难 那个时候的话呢 别人就整活了 对吧 在五角大楼人家说人不 是吧 不支持你这种行动 当然人家哗哗辞职几个军官 是吧 你之后你换不换自己的人 你一定要记住了 是吧 你换了自己的人 所有的责任都是你的 真闹出是非 真闹大了 你不好结果 知道吧 所以特朗普一定要在三个月之内搞到钱 因为你只要搞到钱 你只要在三个月之内搞到的钱的话 那么所有人都站在你这边 因为别人都觉得你是正确的 你能搞到钱 大家都觉得你是对的 那大家当然都支持你了 但是反应 反过来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 你搞不到钱 对不对 完了给你争这个是非 那个时候对于川宝来说就糟糕了 川宝最糟的问题在于什么 我没跟你讲吗 五个关口 是吧 第四关是非法移民的关 第五关就是仇庸 是吧 什么叫仇庸呢 说白了就是你答应了这个事 你得帮他们办 说白了就是共和党支持你 不是白支持你的 你得给共和党回报 你可千万别相信 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你说 是吧 这个川宝已经把共和党变成了川党 那不可能的事 那都是神话故事 我问你胡子哥最信的那个人 戴眼镜那哥们 最后的时候是不是抛弃了他 对不对 名字我就不讲出来了 对不对 你胡子哥最坚持的最 他确实有一个小弟 倒是不错 腿不好那小弟那倒是不错 最后是振酒一杯 人家饮了 是吧 跟他一块儿架喝洗油去了 完了 那哥们呢 戴眼镜那哥们呢 啊 哼 他最后怎么着啊 这个世界就这么回事 你赢 知道吧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你输 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对于人家来说的话 人家不会站在你这边 知道吧 更何况你还没有你胡哥哥那几下子 你真不要觉得啊 我现在黑穿宝 知道吧 你问题就是 你拿好处 谁都会倒向你 就是现在你还看不明白吗 有这么多的人都已经倒向了穿宝 穿宝说东 他们就说东 穿宝说西 他们就说西 为什么 因为你能给他们好处 没有人会跟自己的好处说不 谁会跟自己的好处说不呢 谁会跟自己较劲呢 没有人会跟自己较劲 明白这个道理吗 所有人都不会跟自己较劲 但是问题同样也就在这 所有人不会跟自己较劲 但是问题是你拿不到好处 你怎么办 所以三个月之内搞到了好处 纽森他们就得掩齐息鼓 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的啊 三个月之内你搞到了钱 他们给你整活 老百姓也会装看不见 你随便干 但是问题就是三个月你搞不到钱 对吧 你搞不来这个所谓这种 这种威猛的态势 对吧 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不好干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 现在美联储 这叫当头一霸 你搞清楚美联储是搞钱的 美国财政部 只有这个财政政策 美国政府没有货币政策 这是你一定一定要搞清楚的啊 你不要决战美国好像美国总统 那还不厉害吗 这把人三权统一了 那那人家还不能随便指挥这个货币了吗 不能 美联储掌控那个东西 知道吧 财政政策是美国财政部的 美国的货币政策掌握在谁手里 掌握在了美联储手里 那么美联储那期我已经讲了非常清楚了 只要人家不甩你 你没有折 而且我没跟你讲嘛 等到一月之后的话 你报歌根本就不用抵抗你 到了一月你完全执政了 人家就完全驱从了 完全驱从了 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记住了 干赢了你好说话 干败了全是你的话 这能理解吗 你干成了的话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如果你干不成的话 那对不起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如果里面这个你都理解不了的话 那咱们就没有交流的平台了 没法交流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白了问题也就在这 你现在第一炮人家不给你打 对吧 到了12月的时候 如果人家还是降25 如果甚至人玩的狠了 人降0 只要降0的这声音宣布 或者降25的这声音只要一宣布 啊 那么一月以后的所有东西全无所谓 明白啊 你一定要记住我跟你讲这个话啊 为什么 因为到了一月之后的话 为什么就无所谓了呢 这都是你接锅 然后等你一月接锅的时候 三个月之内 你要把美国经济振兴起来 让大家看到一个 起码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朝气 那么你后边的后续的所有行动才有意义 别人才在你后续的行动当中 会站在你这边 如果你在你后续的行动当中 没有让人们站到你这边 那么对不起 你所有的光环就都没有了 是吧 那么一旦你所有的光环都没有了 光环都消失了 那等待着你的是什么 等待着你的就属于你的也就好 啊 所以说不是说呢 胖子非得说黑他或者怎么样啊 所以川宝真正的危机不在什么 不在现在的纽森 现在的纽森对他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对吧 你纽森无非就是输了嘛 是吧 成者王侯败者扣 对不对 你是一个败者 你作为一个败者的话 那么现在你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什么呢 都是你各色 明白吗 都是我说句难听话 都是什么 都是所谓的无病呻吟 能理解这意思吗 你在那无病呻吟 你在那讲 是吧 我能如何如何 我会如何如何 我要如何如何 全白费 为什么 因为这东西就四个字无病呻吟 但是三个月之后你拿不出钱来 这无病呻吟就变了 是吧 所以特朗普的危机会解除 还是会加重看三个月 为什么我说他只有三个月 因为你三个月之后你就要搞大活了 而且别的人媒体 双方的媒体会推着你往这件事上走 如果 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你哈里斯哈姐当选好呢 哈里斯当选了哈里斯也驱逐移民 只不过呢 一年办成的事人四年办 对吧 降息呢一年办成的事人就一年办 对不对 交易呢一年办成的事他就一年办 你呢都是四年办成的事一年办 一年办成的事让你一个月办 你想想你这个事怎么能做的好 而且你对内部呢还要进行所谓的这个大清洗 你想想你这东西你能做的好吗 所有人都要给你制造障碍 就是这个事是这样的啊 所有人都逼着你快速做这个事 而且所有人都在给你制造障碍 你怎么做的好 对吧 你赢你需要有一个赢的方向 你想赢你需要有一个赢的资质和资格 对吧 你怎么才能叫赢 对吧 那你赢你要做到你应该做的你才能赢 这东西我就是没毛病吧 所有准备都做好了 他只是做 对吧你就做成了 做准备工作 是吧做的不好 就每天拿着媒体哭哭在那炸唬 你这种炸唬的东西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炸唬完了之后 明白吗 你炸唬完了之后的话 问题是所有的基础都没做好 在没做好基础 没做好准备的时候强硬去做 能做的好吗 事情做不好 事情糟了 别人对你那种向心力 对别人对你那种恐惧 对你那种验羡 对你那种期待全消失了 那么后边剩下的事什么 就全是内斗 是吧 那那个时候你就全做不成 知道吧 那难点就在这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先到这看下一节内容啊 那这一节啊咱得讲个硬事啊 现在呢 这个基辅证实啊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啊 呃 马斯克呢参与并承诺继续啊 支持乌克兰啊 那马斯克凭什么参与到这件事当中呢 是不是就跟那个不要抬头那个事似的 啊 一个超级金主啊 对吧 当然马斯克参与进来也正常 因为 斯尔林克嘛 对吧 这星链嘛 呃如果呢 是特朗普继续愿意提供援助的话呢 那么所谓的一天停战呢 就结束了啊 如果你到现在的话呢 还能觉得一天停战 能实现的话 已经不可能了啊 所以一天停战本来就不可能 但是问题在于呢 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本来就不可能的事 这个是所谓的诈呼啊 他的这个失败的话 对他来说还是挺严重的 因为我不是黑他啊 现在呢 网上有一种说法 是吧 有这个所谓停战协议啊 曝光了啊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咱不好说 但是有一点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呃 毛子获得利益 是吧 让子莲斯基割让利益 这个基本上已成定局啊 因为战场上你得不到的的话呢 那么事实当中你也就得不到啊 所以这里边真正需要讨论的一点 就是到底接下来是欧盟 付这个代价是吧 还是由美国来付这个代价是吧 因为从网上传出来这种东西来看 那就是美国要彻底甩锅 就是美国这个根本就不管了 美国就直接拍不起过走人 这种事情一发生的话呢 对于欧洲来说是喜忧参半 啊 那么呃 忧的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自己出来负担嘛 那自己出来负担的话 那你想啊 这些军费啊边境啊 这安置啊 都是自己来 这个本身是忧的啊 但是也有喜的 喜的是什么 实际上美国出让了自己的地位 这个对于美国的伤害是特别深远的 啊 这不是说有黑啊 你这么想啊 这个 如果 是吧 如果你全都负责 那是不是美国人就能维持这个游戏稳定 那是不是美国在北约内部的话语权就是最大的 对不对 如果你让你的节度史去把这个地方搞稳定 那你的节度史是不是同时他就获得了地位 就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觉得啊 马格龙也好 对吧 德国说尔策也好 这些都是 是指老虎 是吧 这些家伙呢都是无能之辈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得到了这个地位 那他还是指老虎 嗯 你要知道历史无数的好戏 是吧 都是这些节度史在一开始都是卑微的要命 是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们卑微的要命 但是对不起 随着他们的时间的增长 他们的能力的增长 是吧 最终的结果什么结果 那就理解就好的结果 而且 一旦你让他们去负责的话呢 那他们就会去负责 那因为你已经甩屁股走人了嘛 对吧 那你你甩屁股走人了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呃 马克龙为什么现在这么怂 你要知道马克龙真正的对手 现在已经变了 变成谁 变成乐旁了 对不对 那现在整个的这个右翼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思路 已经挡不住了 没有吧 所以当右翼的这个势力挡不住的话 右翼的这个能量挡不住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他不敢有作为 因为他一旦有作为的话 那么右翼的这些会积极的要求他必须 进一步有作为 那个时候他就被别人架着走 各位也一样 说这次他们为什么要赶紧抢先解散 抢先解散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阻止 特朗普的效益的这个提高 是吧 因为很多人说现在就算是选 是吧 这个魏德尔他也赢不了 你现在选魏德尔当然赢不了了 对吧 因为美国对他的这个影响力 还没有施压下去啊 对不对 美国对他的压力还没有真正往下走啊 那他当然是没有这个影响力的了 对吧 当然是不足以威胁到他的了 但是你别忘了 那一旦你这个时间拖长了呢 对吧 如果比如说如果不是一月 赶紧抢先就选 如果给你拖到明年 比如说按原计划是拖到九月 对吧 特朗普对德国的打击就该来了 对德国的打击来了 对德国的影响力上来了 那个时候你还能穿看不见吗 对吧 大量的德国人开始厌美的情绪出现了 对吧 那这些情绪你还能锁上住吗 而且这一次马克龙 我说句实在话 其实马克龙已经输了 马克龙之所以能赢 是现在左翼的人站在他这边 然后阻止了乐庞 对不对 但问题是你现在把这个左翼的人耍了 那你明白了应该是这个什么呢 你应该是你当这个总统 对吧 左翼的当总统啊 对吧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没有啊 你没让他们怎么做啊 你也没让他们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啊 那现在他们什么都没得着 下一次的话还会支持你吗 对吧 所以呢 你看起来呢 这个负担呢 你拍背屁股 是吧 走人了 你看起来呢 好多都用责任呢 拍背屁股走人了 但这个世界当大哥的怎么能当甩手掌柜呢 如果当大哥的当甩手掌柜一走的话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就是你的地位让步给别人呢 这一点你一定要理解 这个世界没有你拍背屁股就走人的事儿 哪有说你拍背屁股你就能走啊 都这么简单的话 这世界全简单了 谁想负这个压力 但是问题是你当大哥的就得负压力 对不对 你想想这个东西它在你手里把的 它是你的 它手里不把的 你交给别人的 它就是人家的了 就跟那个册封似的 你一开始册封他当领主 对吧 他听你的 那册封了之后的话 他一旦回复了他的能力 他还会听你的吗 他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他也管不了了 是吧 所以他现在呢 他现在我跟你讲啊 如果他真的想拍背屁股就走人 知道吧 那这个时候对于欧洲来说的话 欧洲这些右翼来说的话 那是天大的欢喜 他们就等你走了 知道吧 你走了 他们这就崛起了 完了北约就散了 对吧 你都不管他们了 北约就散摊子了 然后冯德莱恩那些人就傻了 对不对 那你一旦都不管人家了 那人是不是就只剩下自己更生了呢 那一旦人家只剩下自己更生了 是不是人家就只能自己跟自己玩了 那个时候你美国影响力就下去了 那我这么赶紧讲啊 你今天你别看你走的挺开心的啊 你走的挺痛快的 明天你让别人来人家可不来 将来你西亚这块打大了 对吧 需要人家进来 对吧 毛子也好 在这给你打起来了 你希望欧洲给你派兵 你希望欧洲给你出这 你希望欧洲给你出那的时候 对不起 人家不给你来 到时候人家给你扬奉金尾 对吧 那你想想如果这个游戏玩 玩到这个这个程度了 对吧 那到底是能不能跟你玩 到底愿意不愿意跟你玩 这个你可得回答我 你可别能说那个时候我不管 是吧 我现在拍屁股我说走就走 等我叫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得来 是吧 招之即来呼之即去 那你有没有能让他们来的能力 对吧 你有没有钱 你说了没有 没有利益 没有好处 我招他就得来 呼他就得去 你把这个世界想太简单了 对吧 你可以呢 对内办神 而且你这么讲吧 川普到现在的话 一直都在扮演一个神仙 你真的讲神仙的伦理的话 你不管是讲这个希腊的这个神话 是吧 北欧神话 是不是 还有基督教的这个神话故事 每一个神话故事 玩到最后都是讲伦理的 对吧 那这些一旦你讲伦理故事 一旦你讲这个 就是你一旦这个 按基本法走 就是神圆 神圆他也得有游戏规则 那宙斯 他也得按游戏规则走吧 他宙斯他也不是说拿大闪电大霹雳 看谁都给闪电霹雳 对不对 他对了他弟弟 应该是他弟吧 这个明王哈迪斯 他不也得使招数吗 也得使套路吗 他只要一使招一使套路 你不就知道他他其实也弄不了了 那这么讲吧 你想是吧 宙斯把这个明界给了哈迪斯 那哈迪斯是不是就掌控了明界呢 那时间长了是不是人家那边就有点 有点人家那点套路呢 对不对 那太阳神阿波罗吧 阿波罗 人家是不是也人家有点人自己的手段呢 对不对 那海神海神这个波赛东 人家是不是也有点人家的东西呢 你不能说我觉得咒咒 我是宙斯 是吧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吧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 你看那个神谱神系 就是这些神谱神系都是什么 这都是过去引游诗人他通过这个玩这个游戏 完了呢 他反反复复的去把这些人所发生的事情变成神格化 最终变成了神话故事 之所以能所谓的造神 这个游戏是人家编的 不是真的 或者是真的他把它夸张化了 神格化了 把它这个像老神仙的方向发展了 对吧 闪电右手拿霹雳的对不对 这想干嘛就干嘛 对吧 这个是神话故事 有这个神话故事吗 没有 没有这个神话故事 没有这个神话方向 这是真相 而不是有这个东西是真相 没有才是真相 对吧 那你理解了这个了 你再看这个世界的话 你还看不明白 对于现在川宝来说的话 川宝所面对的问题就是 他在没上台之前 这三个月他随便吹 对不对 他想怎么吹他就怎么吹 为什么 因为他吹不需要负责 但是他只要上来了 他吹的每一句话 都变成了他的行政命令 那个时候 别人还会接受你这个吹吗 你竞选的时候 你说一天能停止战争 对吧 你说这不过是一个竞选语言 不需要当真 可不可以 可以 我觉得咱没必要非教计 对吧 那问题是你上来了 那你说的每一句话 还都是竞选语言吗 你全都可以不负责吗 问题就是 如果你不能负责的话 那对于毛子来说的话 我问一个问题 毛子为什么要信你呢 就你是一个没有信誉的人 完了你说毛子必须得信我 对吧 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必须得拼我的 拼什么呢 对不对 那如果毛子不听你的呢 就这么讲吧 你跟那些小国是吧 名不见经传的那种呢 弱的跟渣子似的那种小国 你说什么我觉得都合理 对吧 这东西没毛病 那你要是跟稍微强一点的国家呢 那稍微强一点国家 他都不听你的 就这么讲 那你遇到一个愿意 就跟你顶牛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开牌看 对吧 开了牌之后 你到底是强还是不强 你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 开牌一看大家就知道了 没有吧 所以牌到底有没有 说白了就跟德州扑克似的 你玩到底了 你随便诈呼 你随便叫唤 怎么说都行 是不是 斗牌斗心眼 让你弃牌 是吧 通过下大柱 哭一下下一个大柱 吓唬你 让别人让所有人认为你有牌 知道吧 这个手法呢 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呢 是在对手 还有路可以选的情况下可以 对于毛来说的话 他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 那毛子已经无路可走了 已经没有任何可选的东西了 那对他来说的话 他还有什么权呢 他不跟你拼他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好了 如果问题就在这了 他没办法了 他只能跟你拼 对不对 那最后最后你欧印了 他也欧印了 那你就要打开牌看 那打开牌看的话 到底是你的牌大 还是他的牌大 那就比读咯 到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到底谁牌大了 对吧 到底是人家牌的大 还是你的牌大 是吧 那这个你就必须要回答 对不对 谁的牌大 谁的牌小 你自己回答 你能回答了吗 嗯 那你想啊 这个游戏真的让你回答的时候 你回答出来吗 是吧 所以我说实话 我说起我内心里的话 整个的游戏呢 没有那么好玩 你可以表现的 你可以表演的好玩 但是你真的能做到好玩吗 打开牌看牌了 是吧 那比大小 到底谁大谁小看了 啊 所以呢反正呢到这呢 你也看了清楚 是吧所谓的 呃一语成谈 是吧所谓的 这个一言退敌 已经结束了 开始重新又回到了战场上 回到战场上 那就聚一号 对吧 你拖得开吗 你跟你所有的内部的人保证的 好的呢 一天就回到战争 而一天就结束战争 你上来突然发现 你跟拜登差不多 你也得在这场花钱 怎么玩啊 而且拜登那块已经下了不少手段了 对吧 到时候你别看他还有三个月 你别看老头子跟你说和解 跟谁和解啊 你把人家那事要办的事 你给他办了 是吧 人家儿子那事你给他办不办 是吧 人家儿子那事不办 人家给你吓家伙 人家儿子那事你给人办了 是吧 帮你办点事 对不对 那这一旦让人明白过来 你是这么个交易方法 那后边的事不好办 知道吗 好吧 那今天那集呢就这里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